混账东西 你扎错穴道了 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一定可以治好我外孙吗 怎么连穴道都能扎错 要是我外孙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都是因为这个王八蛋 因为他刚刚捣乱扰乱了我的思绪 我才会下错针 责任都在他 混账东西 自己的医术不行 还愿别人 明明就是因为他 不潜心钻研医术 每天只知道花天酒地 你结实的所谓人脉 能帮你提高医术吗 要是没有我的人脉 咱们家凭什么在这太原市 最繁华的大街上 开这么大一家门诊 学医不经 治不好病 诊堂再大又如何 你的医术出来坐诊 就是害人 以后不准你再从医 孩子还疼吗 不疼了 感觉怎么样 没有感觉 孩子能感觉到我在捏你吗 感觉不到 这不可能吧 我只是扎错了一个穴道而已 扎错了一个穴道还只是而已 你愧为老中医的儿子 针灸之时 就是进针的方位和力度不对 都有可能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 更何况是扎错穴道 我好后悔竟然相信了你这个骗子 要是我家洋洋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让你们家身败名利 师傅 现在我该怎么办 求您教教我 原来您就是师公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的身份 是不是故意看我闯祸丢脸的 我刚指出你失真手法有问题 你就呵斥让我滚蛋 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 二位放心 假如孩子有什么 我一定打断那个畜生的腿 绝不袒护 还是我来看看吧 师傅怎么样 还来得及 能恢复 真的可以吗 我师傅说可以 就一定可以 老中医 这位小兄弟怎么会是你师傅呢 学无先后 打者为师 在艺术上 我一辈子也难以企迹师傅的高度 这可不一定 沈医 求您一定要治好我外孙 我们给您跪下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感觉了 但还是没办法用力 先生 您一定有办法 让我外孙站起来的 对不对 求您治好我外孙 我们两口子愿意 当牛做马报答您 孩子刚刚治疗过 不能再失真了 不然他身体承受不住 那您就是有办法了 有办法 那什么时候可以治疗 怎么都得半天时间 晚上你们要是方便的话 我到家里给孩子治疗 方便方便 当然方便 随时欢迎您来 先生这是地址 我们就先离开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谢谢你师公 谢谢师公 你们家老二那会说 这天文十三针 是你们立架的 聂处 给我跪下 我让你胡说 我让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行了 别打了 都是自家的孩子 叫起两下就行了 何必下这么重的手 你给我到诊堂外面跪着去 爸 你可以打我 但是能不能给我留点脸面 你这样让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 你还想要脸面 当着你师公的面信口开合 你有没有顾及过我的脸面 滚出去跪着 果然以后不要再叫我吧 你们看那个人 好像是丽大夫吧 他这是怎么了 这是被人打了吧 下手也太重了 怎么能打脸呢 师父以后肯定要长时间待在太远吧 瑶州那边的诊堂 估计你是没时间看顾了 不如师父把诊堂开在这边 我把这个诊堂送给师父 父亲 不行了 闭嘴 无功不受禄 这个我不能要 您是我师父 别说区区一个诊堂 就算是我立家所有的资产 都可以任由师父调配 我收你为图 是看在你前心中医的份上 可不是图谋你的家产 师父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 这件事以后再说 姐夫 在忙什么 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去玩 去哪玩啊 南江马场 好 你把具体位置发给我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姐夫 你来了 一群香巴佬 常文文 你说谁香巴佬 说谁谁心里清楚 这么高档的场所 来往的 都是上流社会的精英人士 你们也不嫌丢人 真不知道 哥哥为什么要把你们叫来 刚刚在陪朋友 没顾上接你们 失礼了 不用客气 谢谢你邀请我们来玩 都是一家人 就应该多联络联络感情 对了文辉 你说的那个黄副台长的公子来了没有 别着急 黄公子一会就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表姐乔诗员 成峰集团新任董事长 大家欢迎 我表姐他们从小在市井长大 没见过什么世面 大家不要欺负他们 不然我饶不了你们 常文辉 你胡说什么呢 叫表哥 在人前别显得那么没家教 这样会让人笑话的 姐 咱们走吧 不完了 来都来了 咱不着急走 常文辉明显是想在他朋友们面前 笑话咱们 秀他的优越感 咱们干嘛还要留下 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 岂不是更让人家看不起 随便选一匹得了 看来看去有屁用了 装得好像你很懂一样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比你们这些虎包子了不起 你等着 以后我一定买一匹比你们更好的马 也对 你姐现在可是成峰集团董事长 随便从集团弄点就够你买马了 就算给他一匹汉鞋宝马 他会骑马 这种贵族运动不适合从小在市井长大的土包子 土鸡学凤凰 不是那么简单的 真能整词 骑个马就是贵族了 照你这么说 要是施摇骑马赢了你 他就是贵族 你就是奴才了 说什么胡话 文文八岁开始骑马 你想赢他做梦去吧 我们家施摇天生贵族命 某些人注定要当奴才的 就算练了一辈子又能怎么样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那咱们就比比啊 不用比 你肯定赢不了 要是我赢了呢 你想怎么样 我要是赢了 你就来给我当奴才 伺候我一个月 再把公司给你配的劳斯莱斯给我 要是你输了 就给我当奴才 再把你那辆法拉利给我 好 咱们现在就去比 大家都是见证 等施摇先熟悉一下他的马 一个小时候 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去吧 人家都说 在外面表现的月高冷的女人 私下里就月 不知道乔董市长 是不是也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